在这还冷的冬天 如果洗上一个热水澡 那是再好不过了 男生搓两面 女生搓四面 这搓澡分南北 很多关于这些搓澡的讲究 单是说一说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啊 搞笑又非常的接地气 最近有关洗澡话题的电影 沐浴之王正在全国热影 昨天导演易小新带着主演乔珊 来到沈阳电影公园 为这部影片宣传造势 作为北派澡堂代言人 咱们东北老乡乔珊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代表作 沐浴之王 昨天下午 他和导演易小新来到电影公园 跟老乡们说电影 聊洗澡那些事 电影《沐浴之王》 围绕中国传统文化搓澡展开 讲述了彭玉畅饰演的 肖祥意外失忆后 从公子哥变为搓澡工 并在乔珊饰演的周东海的指导下 苦练搓澡记忆 成为一代沐浴之王的欢笑故事 导演易小新说 一想到拍沐浴题材 这两天也全靠山歌 就是前面两站全山歌在那说 他确实带动很多人气 对对对 流量 东北流量小声 因为这部电影本来就是拍给老百姓看的 今年一年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挺憋屈的一年 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洗刷掉 大家这一年的憋屈 不开心 不幸运 用一个全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一年 乔珊对于洗澡颇有心得 很多人都在说 乔珊是一只脚踏进了电影圈 另一只脚永远留在了洗澡圈 找他出演沐浴之王 绝对是真正的王者归来 这个文化其实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作为年轻的电影人来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搬出来 然后拍出来的话 作为我们自己来讲 我们宣传这个文化 其实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 所以说我觉得 就希望咱们沈阳的父老乡亲们 多多支持吧 这部电影笑点有 累点也有 究竟能不能洗掉你一年的不开心 别去澡堂 先去电影院试试看 记者孙军同号报道